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俗碍我发展的脚步 大地之上 文明的根脉远远流长 它们为时代助魂 让红色基因涌放光芒 每个人都有目标 都有方向 都有在这个奋斗当中收获光荣感 这十年 文化自信 培根祝魂 汇聚中国力量 墨高窟的春天常常弥漫着黄沙 摄影师吴剑带着徒弟来到窟顶 多年来他习惯在同样的位置 记录下墨高窟不同的色彩 应该说呢 比较有震撼 有震撼 只要你的角度一定要找 这里本是敦煌市郊明沙山的一处断崖 一千六百年前 传说僧人岳准在断崖上的一次眺望 心有所悟 凿下第一个石窟 此后的一千年间 经无数无名的匠人之手 敦煌墨高窟 留给世人七百三十五个洞窟 四百九十二窟彩绘和塑像 成为人类历史上 熠熠生辉的重要文化遗产 这是墨高窟的第一批照片 他们拍摄于一九零八年 一百多年来 照相技术越来越先进 而洞窟里的色彩却越来越暗淡 守望者带着理想 一批批来到这里 对这些价值无上的文化珍宝 进行抢救性保护和记录 敦煌保存到现在最古老的洞窟 已经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了 它已经是非常衰弱的一个脑 抢救性的科学保护 成为守望敦煌的先行者们 在这里实践理想的第一步 比划是什么钱 那眼镖是什么钱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 然而 时间与风沙 正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 改变着这里的模样 我们认为我们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结果拿照片一对呢 1908年跟我们现在同样的画面齐一对 现在就比原来模糊多了 那说明什么它在退化呀 自敦煌莫高窟1979年向公众开放以来 游客数量增长迅速 2022年7月 已突破了单日借贷量一万人 文化保护和价值传播的两难问题 越发突出 敦煌我们希望它万寿无家 它可能做不到 可是它你要想 不断想更好的办法来保护它 面对保护与开放之间的考验 反景师转换视角 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利用计算机数字化技术 永久的高保真的存储 墨高窟内的文化遗存 吴建团队正在为墨高窟158号洞窟 做数字化采集工作 将每一幅壁画分成若干小份进行拍摄 再输出到电脑上 拼接还原成整体壁画 形成与原作完全一致并高度清晰的数字档案 就一层一层要拍 拍完才能拼到一块 我们像这样的一个 大概就是一米五 称一米五这样一个方格 我们要拍几百张图片 把它拼起来 才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精度 每平米的壁画 大约拍摄三百张照片 完成一个洞窟的拍摄 大约需要两个月 后期拼接约一个月 以这样的速度 吴建的团队 每年能完成十个洞窟的数字化工作 这样的速度 在三十多年前 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的记录方式 没有办法来解决一个形变的问题 很多洞窟没有拍摄距离 有很多障碍物 所以在很长时间当中 我们也很茫然 在与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 反景师长时间商讨之后 他们达成共识 更加精细化的数字化技术 是解决敦煌保护和记录问题的 最佳方式 用多大的价值 去保护摩高空 我当然不是无限的 只要合适的 比较贵的价值 去保护摩高空 都是值得 敦煌研究院引进数字技术 二十年间 通过前期拍摄 结合后期拼接 变形和障碍物的难题 被攻克 画面精度提升了八倍 然而 速度与精度 并没有同步提升 摩高空还有近二百个洞窟 在等待着无间的团队 为了与侵蚀洞窟的 封杀和生物抢时间 二零一二年 温黄研究院与浙江大学 计算机系共同研发 将人工智能 嵌入照相设备 它可以在洞窟中 自行移动 自动调节灯光 按下快门的同时 图像信息 及时显示在拼图的系统中 通过模拟实验后 它在洞窟里的表现如何 通过大量学习原画 三维定位系统 可以在拼接制图的同时 教色和纠正形变 它也是通过我们巧妙的一个设计 将我们一个人工的东西 把它注进去 加大了这个采集量 而且减少了成本 提高了效率 而且它的这个拍摄的质量呢 是一致的 如今在凡锦师和无间团队 这样一代又一代 敦煌一线工作者的努力下 敦煌墨高窟内的壁画 彩塑和佛像 得到了新生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实现了永久保存 明天上午十点半 总是开展 敦煌不在遥远 2019年 无间团队用数字技术 将墨高窟带到了 两千公里之外的石家庄 数字摄影叠加人工智能 帮助人们走进敦煌 藏在墨高窟身处的千年岁月 被无间的团队复活 用科技留住历史 是这些守望者的探索 一代又一代 敦煌守望者心中的信念 在这里心火相传 那些因岁月的洗礼 而悄然斑驳的颜色 在他们手中再现 这一位越来越对他深入了解 你也会感到这份责任 你就有这份责任去把它保护下 我对敦煌这种情感 极其有我对敦煌的一种眷恋 一种追求 那一晃以后呢 就是几十年就过去了 守望的意义 是留存伟大 流传美好 而这其中真正的内涵 不单是致敬那些意识的岁月 更是为了将其背后的价值 凝成永不褪色的精神基因 和文化自信 追梦路上 岛中流积水 舍我齐水 路上游泥 风雨泊沫 雪春秋 大道空行 山河落地 续华彰 征程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成为我们国家 又一座全新的时代象征 将长久讲述 一个伟大政党的不凡历程 走进馆内 每个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 年延百年的红色壮阔历史 记录着华夏儿女 迎娶自强的每个脚步 三个月提交设计方案 987天建成 曾经的一切 因这样一个空间 而浓缩为一首 立体而丰富的实施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做出重大决策 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百年来的历史 新征程的奋进故事 一座座时代的封碑 将在这里浓缩定格 启迪当下 昭示未来 2018年5月中旬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执行总建筑师 邵维平 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的设计任务 尽管从业经验丰富 他还是感到分外紧张 如何打赢这场 绝对不能输的攻坚战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抽调最精英的杆将 迅速集结完毕 然而 刚刚进入方案的形成阶段 邵维平团对内部 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利用这个八个柱子 在它的天花上 顶着这四个梁 就叫做四梁八柱 以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我也是考虑到 这个成本和安装难度的 这样一个平衡 这个很重要 根据这个中央的要求 一直在强调它一种 历史的厚重感 和这种殿堂般的仪式感 那么如何体现 这样一种风格呢 从延安时期的中央大礼堂 到人民大会堂 再到今天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这一座座凝固的史诗 是建筑本身超越历史的音符 我们作为一个北京的设计院 参与过北京的历史上 重大的很多项目的建设 所以我们也积累了 丰厚的这样一个建筑设计底蕴 在设计阶段的关键时刻 新中国奋斗争承中累积的经验 成为邵维平突破困境的灵感 九副盛名已经载入史册的 新中国十大建筑的手稿图纸等文物 静静地存放在这里 那是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也是人类先进文明思想的典范案例 那些建筑里面 他们也是很好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西方的先进的一些建筑思想高度融合 我们同样也是团成了这样一个红色基因 不断打磨不断调整 设计方案从最初的雏形变得越来越丰富 经过五轮比稿后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方案 在七个团队中脱颖而出 我们建筑整体的这样一个构图 它采用了一个工资性的平面 这种平面也寓意了党的 就是来自于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种工资性的平面 跟我们人大会堂的这个空间布局 也有完成的这个意象 设计方案正式确定 五万多名建设者 投入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奋战 历史就在那里 但它的故事需要恰当的语言去讲述 那些红色的记忆 信念的基石 需要更艺术的雕琢 绽放光辉 建管之初 为配合党史展览馆建设 确立了以旗帜为主题的 雕塑群创作设计 为展现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力量 围绕四个伟大 确定了创作信仰 伪业 攻坚 追梦 四座雕塑 七百公里外的沈阳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雕塑家李向群也接到通知 他被指定为党史展览馆 追梦主题雕塑的创作者 石雕寓意永恒 更寓意着坚固和宽广 所承载的希望的方向 五十六个民族 十四亿华夏儿女 同一个梦想 虽然现实雕塑 是李向群的强项 也是鲁迅美术学院的传统 但面对这样的任务 李向群也意识到 挑战重重 能够成为时代的精品 创作出这个时代的艺术高峰 这个才是我们标准 人是立体的 人是在画面外边的 为了暗示暗需完成 这项艰巨任务 李向群迅速调集 学院内的精兵强将 决心要按期 交出满意的作品 王阿夫妇做了一次小稿 可能有的时候 是两三个人合成一组来做 要不然完不成 特别急 一星期就要拿稿 谁是这么够图 是吧 你这么够图 要是这么大的人 我们该做起来更多 哎呀 肯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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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一个人物大小 对 对 那个就好看了 设计手稿审定后 如何将繁复的人物形象和动视有机结合 赋予作品灵魂 成为李向群团队需要解决的课题 室外雕塑一定强调它的建筑感 就是纵向横向之间的关系 从节奏上要考虑 有节奏 有线的这个有纵向啊 还有横向怎么去摆 所以节奏一定要强化这个节奏 要不然它就是平的 其实就跟那个交响乐一样 它要指挥 然后每一个乐器啊 都有它的作用 它从节奏上就能感悟到 这个雕塑的这种力量 和它的视觉的动态方向和趋势 确定好执行方案 进入雕塑放大阶段 高9米 宽13米的大型的群雕 需要空旷的场地来制作 李向群当机立断 搭建临时工作大帮 泥塑阶段顺利结束 进入石雕阶段 随着精致细节一点点显露 雕塑的形象逐渐清晰 这里边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形象 都有它的难度 看到它们的笑脸 它们的思考 它们的展望 也让观众真正能体验到 我们是要表达的 内心的这种感受 这个还得往上走 要不然下半部分太大了 像这个比例三公元的嘛 这个比如说 你把眼前这个位置 验收时间一天天临近 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精准 容不得半点误差 追梦雕塑 进入进场吊装环节 李向群对雕像进行最后的调整 要保证拼接部位完全吻合 雕像才能最终成为有机的整体 说等着这个罗车 让这儿给它刷几 不必要那个等 就随时人来看的 追梦 以团块结构作为主体造型语言 写实的基础上强化情感的表现 诉说着追梦路上的奋斗故事 它与其他三个雕像组成的宏伟雕像群 助力于西侧广场四角 与广场北侧的雕塑旗帜 遥相呼应 用洁白无暇 为这座方正端庄的建筑 勾勒出无声的诗意 今天 在这个浓缩珍贵历史的红色新地标 人们得以走进那些盛开的红色记忆 东西两面空二十八根盘柱 稳定坚持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 建立新中国的历程 也更将见证这个坚韧的政党 下一个百年的征程 相较于建筑和雕塑团队 在整体设计和艺术构思上的困难与压力 展臣团队面临的困难 具体而细致 海量的革命文物如何收集整理 整体展览如何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只有有这些非常丰富的厚重的文物实物 来印证党的历史 把这个文物活化起来 讲好它背后的故事 这个展览才厚重 才耐看 才难人回味 1934年10月 那是两万五千里漫漫长途的开端 当我们走进光影交叠的视觉空间 仿佛置身于那场枪林弹雨的战争 堵物生情 切实感受中国共产党成立 为什么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什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一座座风格画的写实雕塑出神入画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娓娓道来着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征程故事 只有入眼才能入心 只有入耳才能入心 这个也是我们办好这个展览 讲好党的故事 能够让人从党的奋斗中汲取力量 汲取智慧的很重要的一点 历史的印记召唤着明日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从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 一路披荆斩棘而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建设取得的若干个第一 被集中展示 凝结着百废待兴时的智慧和创想 一件件记忆中耳熟能详的生活点滴 引领人们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的争容岁月 我们在党和人民携手发展的历程中 感受时代的变迁 距离开馆还有三十天 吴向东馆长邀请邵维平和李向群一起 到馆内参观体验展成效果 通过生动的地图规划和场景展现 党的重大项目决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这里呈现 人民的生活在一点一滴的变化中心心向荣 从馆体建筑到馆前雕塑 再到馆内精选的占品 凝结的是匠心智慧 展示的是非凡历史 畅想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 取得一系列新成就 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豪迈凯歌 2021年7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引发参观热潮 2600余幅图片和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百年奋斗 百年成就 全方位 全过程 全景是 史诗般展现在观众面前 回首过去的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建路 一定要把党的历史 学习好 总结好 从党的奋斗力成中央 汲取前进的力量 这个项目从无到有的 它是一个十分艰辛繁忙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建党一百周年之前 顺利的这个军工 应该说也是我们作为建筑师 向党一百周年做的最好的献力 能够接到这么大 这么重要的艺术工程 这一生都是非常难得的 这时代成就了我们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创作和塑造 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愿景 我们将百年的奋斗历程收藏于伟大的精神殿堂 因为那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守护 让红色基因深深融入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是为了凝结奋斗记忆 启迪未来 历史记忆层层叠加 追梦之路渐行渐宽 一个民族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是文化自信 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结源泉 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厚的底气 和最深沉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